大家好 爱吃鱼的小毛军和大家见面了 南韩女团BlackPink成员Jiso 8月透过经纪公司YG娱乐 热爱韩剧男神安普贤 为韩国演艺圈投下一枚震撼弹 然而就在恋情公开不到三个月 两人却爆出已分手 震惊许多粉丝 虽然BlackPink的行程满档 长时间在海外的各个国家举办巡回演唱会 但是成员们的恋爱和绯闻消息还是满天飞 今天妈妈家整理了四位成员的恋爱 和绯闻懒人包 28岁的Jiso与35岁的安普贤相差7岁 并且两人有25公分的最萌身高差 Jiso本人在恋爱新闻报道后 也透过经纪公司回应 现在还在刚开始的阶段 所以很小心翼翼 的确有好感 正在持续互相了解的阶段 南方安普贤也承认正在了解的阶段 据韩国媒体Dispatch报道 相关人士爆料因为Jiso的海外行程很多 常常不在韩国 安普贤会调整行程配合 两人才有机会可以见面 尤其7月时 安普贤看忙于韩剧 今生也请多指教的拍摄 从5月开始 两人主要约会的地点 就是Jiso位于龙山的家里 安普贤都会开车来到他家 因此媒体拍到的照片 几乎都是安普贤在地下室 停车场中的照片 D社也提到 Jiso因为自己身为韩国女团的成员 所以对于公开恋爱感到很有压力 也因为恋情正处于刚开始的阶段 所以比较谨慎 这是Jiso出道青年来首度公开恋爱 由于两人都是好感度超高的演员与偶像 大部分网友都是保持祝福 希望这对高厌制情侣 可以一直幸福下去 然而就在恋情公开后不到三个月 YG娱乐在10月24日突然宣布 两人已分手 并表示彼此因形成繁忙而日渐疏远 正是两人已分手 未来将维持互相支持的同事关系 Jiso和安普贤快速认爱又快速分手 这也让不少支持两位恋爱的粉丝们 认为两人恋情见光死 为他们感到相当可惜 说到Jiso过去乌龙飞吻 绝对不能不提到球星孙新明 两人过去曾二度传出恋情 之前Jiso前往法国巴黎参加时装周 当时结束英超活动的孙新明 却在法国搭击 与Jiso在同一天返回韩国 加上2019年时就有Jiso前往英国 观看孙新明足球赛 并发IG限动分享一事 让两人的恋爱说 甚嚣尘上 还有王爷挖出两人疑似 带着同款手链的照片 但最后都被Jiso所属经纪公司 YG娱乐否认 表示两人的恋爱传闻 没有实时根据 佩戴的手链也完全不一样 孙新明与Jiso的绯闻 才终于平息 但现在传言不公自破 Jiso已经名花有主了呢 Jiso并不是第一位 真爱的BP团员 2019年 元旦韩媒Dispatch 爆出Jenny和Kai正在交往 身为韩国两大天团的成员 恋情马上受到极大的关注 随后双方经纪公司 也证实两人交往的消息 他们曾被拍到 在12的公园牵手散步 还被粉丝 发现早在前一年10月 两个人因工作前往巴黎时 就通游埃菲尔铁塔 也经常被捕捉 使用同款或类似的单品 不过小两口任爱 仅一个月不到就分手 并不是因为习惯上的不合 或是感情纠纷 而是两人正值事业巅峰 决定还是先好好的工作上冲刺 退回前后辈关系 让许多粉丝感到十分可惜 珍妮在15岁时 曾以练习生身份 出演JD的ZXXMV的女主角 甚至还一起上过音乐节目 演出Black 让她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JD甚至曾在珍妮首次 开创IG个人账号时 以惊喜嘉宾的身份 出现在直播中 据韩媒Dispatch 2021年2月的报道 JD和珍妮由前后辈关系 竞生为情侣 已经交往一年 是公司公开的秘密 两人约会场所 大部分都是在家里 且约会模式相当固定 基本上都是工作 约会回家 还有消息指出 JD帮珍妮申请了 汉南洞的高级住宅出入证 让她能够自由进出自己家 当时竞争公司 YG娱乐只回应 由于是艺人的私事 无法确认 双方始终没有正面回应恋情 不过在去年5月 有网友发现 JD的个人账号 已经退追珍妮 因此被爆出 两人已经分手的消息 2022年5月 被拍到疑似和BTS 防弹商店团的 V金泰亨 同游冀州岛的约会照片 与网友在推特上 公布了V和JD 化妆式合照 照片中 女方虽然用手机 遮住半边脸 但外貌神似JD 虽然这两组照片 被很多网友指出 看起来很像是合成照 原破后来也为 不确定恋情的 真实性道歉 引发超高话题性 今年5月 两人的恋爱传闻晚一年 又被直击在巴黎 甜蜜牵手散布约会 后面还有彼此的进行守护 获得不少网友 留言祝福 Blackpink 恋情备受关注 恋爱传闻晚天飞 身为男涵第一女子天团 自然会受到媒体 和大众的关注 过去团员们 也曾传出许多 交往传闻 其中有些恋爱传闻 让网友觉得 如果是真的也不错 两个人蛮配的 有些则是引发 韩网 反对批评 小编整理了一下Blackpink 目前还单身的团员 乌龙绯闻史 Blackpink 乌龙绯闻史 1 Lisa与朴宝剑 Lisa在今年6月时 被直击当火星人 布罗诺沃斯 韩国举办的演唱会时 身边跟着一位 戴着黑色余服帽 和口罩的男子 两人都是全身 黑色系的穿搭 不过有眼前网友指出 那个人就是国民弟弟 朴宝剑 且两人同为斯林的 品牌大事 因此传出恋爱消息 但一起出席演唱会 只能说明 两人是很好的朋友 在绯闻传出后 有许多网友纷纷表示 这组合我可以 斯林CP超可爱 Blackpink 乌龙绯闻史 2 Lisa与NCT泰荣 NCT127的队长 泰荣是NCT127 许多人气歌曲的词曲创作者 能够善我的他 也是韩国演艺圈中 最代表性的实力派偶像 今年6月 泰荣在IG分享了一系列 到法国旅游的照片 其中有两张照片的地点 与Lisa在2月时 分享的照片相同 且被发现身上有许多单品 像是手机壳 睡衣 外套 棒球帽等 都与Lisa相同 不过两人都没有正面 回应此事 最后这段绯闻 有没有后续发展 Blackpink乌龙绯闻史3 Lisa与全球首富之子 Franderic Arnott Lisa不久前被拍到 疑似与全球首富 LVMH总裁的三儿子 Franderic Arnott 私下到高级餐厅 吃饭约会的照片 指出他们表现亲密 有说有笑的样子 就像交往中的情侣 两人都没有正面回应绯闻 不过有消息指出 Franderic Arnott 本来就是Blackpink的粉丝 不仅曾到后台 与四名成员合照 加上Lisa是旗下品牌 Celine和Balgary的品牌大使 还经常佩戴 宝格丽B01系列项链 和Spanty Viper 系列的戒指和手环 婚约起吃饭 一点也不奇怪 当天只是一般好友的聚会 不过有趣的是 Lisa曾在韩总 认识的哥哥 大方分享自己的理想心 是韩国男神孔刘 甚至把鬼怪看了两遍 她在节目上说 我真的很喜欢孔刘 我的愿望是 只能和她一起拍照 只能说 Lisa真的是超级可爱 Blackpink乌龙绯闻室4 Rose与Spotify高层 去年12月 Blackpink正忙于 世界巡回演出 但是Rose和Spotify的高层 Jamie Arch 却经常被拍到 两人一同出席活动 他们也曾在 Duel Lipa的演唱会 被拍到坐在一起的照片 男方不仅直接 将她送回酒店 更为粉丝拍到 两人是一起进到酒店 更因此 在韩国也引发了 许多负面评论 和恶意的留言 不过有网友指出 Jimmy Arch 作为Spotify的高层 其实跟许多艺人和歌手 都有着紧密关系 而非只有Rose艺人 但这个推论 也被部分网友反驳 为何 其他三位成员 就没有被拍到过 跟Jimmy 同框的照片呢 Blackpink 乌龙绯闻室5 Rose与江洞源 今年4月 Rose被爆出 与大踏16岁的 男演员江洞源恋爱中 现年42岁的江洞源 是南韩三大公共财产之一 因为与Rose一同参加 时尚聚会 而爆出恋爱传闻 但随即 经济公司YG娱乐 立刻出面回应 在YG娱乐 没有确认事实的情况下 出现了很多揣测 Rose的恋爱传闻 不是事实 恳请协助 防止不识内容的扩散 直接否认了 两人的恋爱说 不忍耐爱传闻 不忍耐爱传闻 不忍耐爱传闻